你知道怎样才可以抓到巨鳄吗 而方法也十分的简单粗暴 只需要先在有鳄鱼的地方打窝 然后过段时间回来 直接跳入水中吸引 然后就会引来巨鳄的大碎 接下来只需要赶紧跑上船 就可以将其抓捕和细杀 随着新一年的鳄鱼季到来 经验丰富的罗尼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开始今天的行动 而他在这个赛季 需要填写350个标签 但这点标签根本满足不了罗尼的胃口 他想要在这个赛季打败特洛伊 这样在明年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标签 而他的助手地米却没有这种雄心 但他那丰富的沼泽知识 可以为罗尼提供很好的帮助 两人在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时 合上来了另外一个队伍 那就是场上唯一的全女性队伍 他们不仅有着老道的补饿经验 而且还知道很多的秘密鳄鱼聚集地 不过其中的安娜却是新加入本赛季 但不要小看这位美女 根据阿什利的介绍 安娜两人在以前就有过狩猎的合作 并且还合作了很长的时间 双方在经过友好的问候后 便分开准备开始自己的狩猎 而罗尼和地米在分开后 开了将近半个小时 终于看见在前一天布置的陷阱 仔细观察发现那条线已经崩直 这显然已经有只鳄鱼上钩了 地米立马就开始勾陷 并将其递给了在一边的罗尼 在他那巨大的利息下 鳄鱼很快就被其拉到了水面 但他就是不露出脑袋 让地米直接送他回归上帝的怀抱 这把罗尼系的满脸通红 直接细层丹田用力一拉 将其脑袋给拉到了水面上 并将其死死地控制在一个范围 让地米直接就一发入魂 而这条11英尺的鳄鱼 简直就是两人完美一天的开端 这条鳄鱼不仅让两人获得大笔收入 还让罗尼的信心大增 相信今年肯定可以打败特洛伊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在今年获得了600分标签 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 他在昨天就布置了120个陷阱 这让今天的特洛伊十分的兴奋 觉得有这么多的陷阱 不仅可以完成很多标签 还有可能抓到别人没有的巨鳄 在两人前往第一个陷阱处时 路上突然看见一大片水泡 特洛伊立马就将船停下 泡菜也在一边准备抛出三角沟 而两人之所以这样严阵以待 是因为按照往常的经验 这下面必然藏着一条鳄鱼 而且看着水泡的面积 体型和重量肯定不会小 在泡菜的缓缓拉回时 猛然摔倒在船上 让原本成功勾中鳄鱼的钩子掉了 也让那只鳄鱼的踪迹消失 不过在两人那火眼金睛下 再次发现了那只鳄鱼 泡菜立马就将三角勾再次抛出 并且再次成功将其勾中 但这只鳄鱼的力气十分庞大 竟然拉着整艘船往前快速行进 要不是泡菜如今体力充沛 还真有可能让鳄鱼成功挣脱 泡菜将其溜了十几分钟后 终于把鳄鱼拉到了船边 并为特洛伊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 在成功将其击杀后 两人立马就把脚盘掏了出来 将绳子绑在鳄鱼的身上后 两人便十分轻松地将这只巨鳄带上了船 而这条鱼刚好可以让那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的在这美好的一天 威力和小威力两人也开始了新赛季 他们今年需要填写350个标签 但两人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 选择使用陷阱抓鳄鱼 而使用祖传的三角钩 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抓巨鳄 而为了这一个远大的目标 两人前往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并且还准备了两个计划 很快两人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而小威力也将三角钩拿起 直接就是随手一抛 立马就命中了一只鳄鱼 并且静止就将其拉到了水面 让威力在一边寻找机会 但这只鳄鱼显然不想就这样结束 不断地在水中奋力地挣扎 但就是没有任何作用 一直被小威力死死地控制在船边 见总没有效果的鳄鱼 刚要看看啥情况时 就被威力抓住了破绽 直接就被一发送走 让自己再也体会不到时间的疾苦 而这只庞大的鳄鱼 也证明了两人的计划和地点 是十分有用的只要保持住 肯定可以抓到更多放优质鳄鱼 只不过需要注意一下船的吃水情况 免得抓到的鳄鱼全掉水利 此时的东南方向85英里处 阿什利和安娜快要到第一个陷阱处 不得不说两人走得是十分慢 这可能是因为阿什利第一次当船长 不像以前跟着罗尼当助手 虽然现在不如以前轻松 但这样的责任 还是让其十分的开心 很快两人就到了第一个陷阱前 在靠近后发现这条线十分的直 但鳄鱼却不在水中 反而在一边的浅滩上 鳄鱼在看见两人靠近后 立马就开始在那不断的扭动身躯 试图将身上的束缚搞掉 但就算把那根木根搞倒 还是没有让其成功挣脱 只是将自己的神形隐藏了 但在阿什利的不断探索下 还是成功的将绳子重新拉出 安娜立马就上前接过 并且一把就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而就是这么露出的瞬间 就让两人发现这条鳄鱼 远比一开始看到的体型还大 这让来两人的斗志 瞬间就变得高啊 安娜甚至还将鳄鱼拉到表面溜 但这是阿什利的枪甲壳了 可现在鳄鱼还在不停地挣扎 但这破枪甚至连弹都退不出来 进此连忙就和安娜换了个位置 让她拿自己的枪射击 而安娜也不负所托 上来就把鳄鱼给送往了极乐世界 让其能够安稳地睡个好觉 但放心身体肯定会好好利用 不会让她的付出全都百费 而这条九英尺的鳄鱼 虽然十分的勇猛和好运 但在惊艳老道的猎人面前 还是被两人带上了船 安娜在将标签插上后 便准备前往下一个陷阱处 而在另一边的猪排和拉伦 则正在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虽然两人出发的时间最晚 但他们的雄心并不小 两人今年不仅要填补350个标签 而且还要抓到体型巨大的鳄鱼 然后将其换成刀了 让家人可以美丽地生活 为此两人抛弃了大部分陷阱制作 就专注于三角沟进行抓捕 这样就能挑出体型小 还有残缺的鳄鱼 让这些东西不会浪费到标签 再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 两人终于看见了鳄鱼在前面游泳 在缓慢靠近后 猪排立马就抛出了三角沟 可第一发却没有命中 但这并没有令猪排失望 反而让他更加想要抓到它 两人在仔细寻找一番后 却再也没有找到这条鳄鱼 只能继续往前寻找 很快两人就到第一个陷阱处 看着那被绷持的绳子 猪排十分开心地上前拉 但拉了半天都没有将其弄到水面 见此猪排立马用出了吃奶的劲 将那只可恶的鳄鱼拉到了水面 而他一出来就想要咬向两人 但在猪排的拉扯下 不仅没有成功咬到两人 还被拉伦在一边一发带走 在成功将其击杀后 两人立马就开始拉鳄鱼上船 生怕这条大鱼还会逃跑一样 而这条鳄鱼也是两人第一条鳄鱼 虽然在前面也看见了一只 但在猪排的操作下 让其给逃跑了弹折 也让两人更快地进入了状态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在和鳄鱼展开战斗后 已经抓了不少的鳄鱼 但两人还有一百多个陷阱没看 对此两人必须要更加快速 不然今天很有可能要抓到晚上 而为了不面对夜晚中的恐怖 泡菜连拉陷阱的绳子都快了不少 才开始拉就将鳄鱼拉到了水面 并且在面对它的成名绝技时 但有条不紊地进行拉扯 用最省力的方法对抗 这让一边的特洛伊十分的惊讶 但这条鳄鱼的力气太大 还是让泡菜花了不少的力气 才让特洛伊找到了机会 用美食超网一发带走 虽然这条鳄鱼被成功击杀 但体型还是太过庞大了 两人还是要用的脚盘 才能将这只鳄鱼拉上船 让其彻底地成为两人的战利品 将标签插上后两人仔细一看 发现这只竟然也有着11英尺 这让两人十分的开心 镜头一转在宽广的河域上 罗尼和地米还在努力地狩猎鳄鱼 而罗尼在刚刚也抓到 一只11英尺的鳄鱼 这让罗尼对今年打败特洛伊的信心 变得越发地高涨和强烈 而为了这一个伟大的目标 罗尼都将船头开到飞起 但在看到有货的陷阱时 直接就来了个紧急刹车 让地米可以安稳地将绳子拉起 但这只鳄鱼十分地聪明 竟然知道藏在船底 但这并没有用处 还是被罗尼拉出 而鳄鱼见状也不装了 直接就将尾巴摇到飞起 想要摆脱掉罗尼的控制 重新回归到自由的怀抱中 可在罗尼这种强悍人面前 只能被乖乖控制在船边 但鳄鱼也不愿就这样结束 每次地米的超网一靠近 就猛地往后倒退 但最终还是被地米找到了机会 再将其击杀后罗尼 还感慨这只鳄鱼的利器 但这正是罗尼想要的大鱼 毕竟如果利器小 那就代表着是小鳄鱼 无法阻止它替代特洛伊 成为新的沼泽之王 将这条鳄鱼拉上船后 两人还是不愿意稍作停留休息 而是继续完成那伟大的梦想 与此同时的威力和小威力 也抓到了几只凶猛的鳄鱼 而且现在抓到的都是巨鳄 这让两人的内心 十分有着成就感 也让威力父子现在想要抓到更多 这时两人突然看见了鳄鱼 而且还就在眼前缓缓游动 在确定位置后 小威力立马就抛出了钩子 在成功将起击杀后 看出这条鳄鱼大概有着十英尺 这让两人的内心更加满意 并希望后面的鳄鱼都在这条之上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在抓了那么久的鳄鱼 如今也变得鸡肠碌碌 急需得到食物的补充 还有那短暂的休息 而和女士不同的两人 猪排和拉伦虽然抓到了鳄鱼 但却面临着意外的困境 那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抓到大鱼 反而都是一些小鳄鱼 这让两人不得不继续用三角钩 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寻找下 终于是看到了一只鳄鱼 拉伦立刻就改变了传速 而猪排也在靠近后抛出了钩子 虽然这次一样没有成功命中 但拉伦对他还是蛮有耐心的 还愿意让其继续抛三角钩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在连续抓到四条六英尺的鳄鱼后 整个人都变得十分的沮丧 完全没想到运气来得快走得也快 才抓到几只巨鳄 就连续抓到了小鳄 但在面对有获的陷阱时 两人还是充满了希望还有斗志 虽然不知道这只鳄鱼是不是巨鳄 但两人并没有对其松懈 而且两人只剩下二十多个陷阱 很有可能没法抓到巨鳄 但两人必须要继续找下去 与此同时的罗尼和蒂米 并没有因为抓到几条巨鳄 而放缓自己前进的步伐 反而还在为此继续努力 只为可以早日超过沼泽之王特洛伊 但如今两人只剩下三十个陷阱 两人不能再浪费时间 不然梦想就会立马破灭 而在另外一边的威力父子 也在努力地填补标签 虽然两人有着很好的开端 但如今却总是看不到巨鳄 大部分都是六英尺左右 这让两人变得有些焦躁 但这时老练的猎手威力 发现了一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两人立马就飞奔了过去 小威力也拿起了自己的砖五三脚钩 靠近后立马就抛出 像这种体型的鳄鱼 就要用到他们的脚盘 不然两人只能用出那拉屎般的力气 将这只巨鳄拉上后 两人也没有停油 连忙就开始寻找鳄鱼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两人在修整完毕后 竟然开始出现了消极的样子 这是狩猎的大忌 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技术 还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命安全 就比如眼前这个陷阱 明明有条鳄鱼在 但两人在靠近后才发现 不过当他们开始和鳄鱼战斗时 这种消极的状态也就消失了 将这条巨鳄击杀后 两人如今变得十分兴奋 但阿什利好像有点点不对劲 在将鳄鱼拉上船后 整个人响吐 甚至在安娜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就已经在一边开始打窝 虽然这些东西鱼类可能会喜欢 但鳄鱼却是百分百不想要的 可就算整个人都十分悲惨 但狩猎鳄鱼这件事上 阿什利却一点也没有松懈 而在另外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两人如今以快精查看完所有的陷阱 也抓捕了不少的巨鳄 但这并不能让两人罢休 反而想要再抓一只巨鳄 来当做今天的完美收官 这时两人发现这处陷阱的树在摇曳 仿佛在告诉他们快过来 我要撑不住这条鳄鱼的挣扎了 不过泡菜的技术十分的高超 十分轻松的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而这只虾英尺的恶劣 刚好就是泡菜希望的结束方式 虽然抓捕的过程十分的凶险 但这样的收获 还是令两人十分兴奋 而在同在不饿道路上的威力父子 已经连续抓到了三条巨鳄 但威力还想要百日干头更进一步 这时小威力突然有所发现 立马就为威力指明了方向 让他将船开着飞过去 靠近后小威力立马就抛出了钩子 将这条鳄鱼拉上船后 两人的收获已经来到了八只 并且这些还都是巨鳄 而在另外一边的罗尼和蒂米 两人现在的氛围十分轻松 他们觉得今天肯定可以打败特洛伊 并且这件事的希望还十分大 在靠近后罗尼把那个废瓶子捡起 还十分好奇这上面为什么有钩子 但这并不能影响到两人的抓捕 虽然这次的抓捕十分的凶险 但花费这么多时间的努力 收获还是十分不错的 不仅将这条12英尺的鳄鱼抓上船 还让自己和特洛伊的距离更近 甚至都将其超越这让罗尼十分的兴奋 与此同时的阿什利和安娜 两人现在变得很是劳累 前面狩猎的鳄鱼 已经浪费了很多体力 再加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呕吐 这让阿什利不仅累还浑身都不舒服 就这还要面对新的鳄鱼 面对这条狡猾的鳄鱼 两人还是觉得就这样技术他 还是太过于便宜这条鳄鱼 但两人现在太过于劳累 实在是没有力气做些什么 只能就这样草草结束他的生命 还有这危险的一天 距离两人75英里的地方 猪排和拉伦经过一天的奋斗 两人还是不愿放弃觉得抓捕 即使鳄鱼再见到两人不慌 只有靠近时才猛地潜下水 两人还是不愿意放弃 虽然这一次猪排在第一钩 让这条有着射英尺的鳄鱼跑掉 但好在最后还是成功将其拉上船 不然拉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给鳄鱼插上标签后 两人便立马结束了今天的狩猎 如今的船再也装不下了 而此时的罗尼和蒂米 正在清点自己的收获 在刚刚查清楚鳄鱼时 阿什利就带着自己的鳄鱼来了 并且十分开心地降 今天抓到的巨鳄向罗尼和蒂米分享 而像这么大的鳄鱼 阿什利有着整整三只 而在收购商达菲加 威力父子也带着收获起来 他们此行的收获 就连沼泽之王特洛伊 都感到十分的惊讶 不仅有着数量可观的鳄鱼 并且还是全场平均体长最高的人 这也让坐在保卫的特洛伊 感到了危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